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董静乔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也敬请YouTube收看的观众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柳越互动留言更好 可以帮助演算法推荐给更多的好朋友看 那马上介绍这集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是亚太综合研究院院长汤绍成 主持人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台北市议员侯汉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退役的陆军少将栗正杰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欢迎三位来宾今天加入我们 那节目一开始呢 第一个议题我们要聚焦电动车 来看到欧盟执委会20日呢 对中国进口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 中裁披露 但这是欧方单方面的认定事实 而非双方共同认可的结果 这个结论就是呢 欧盟要演你对这个中国电动车 来加征9%到36.3%的关税 加上原本就已经存在10%的这个基础关税了 等于是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出口到欧盟最高 要被征收到46.3% 将近五成的关税 这就很离谱了 而中方也不是吃素的 随即也做出了反制 那被你欧盟来限制电动车 那我们也要打你们的鲁制品了 所以想问一下汤老师 你怎么看这个欧盟跟中国这场电动车 还有起司的贸易战 这个一般来讲 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 或者是我们称为所谓的这个自由贸易 就是互通有无互利双赢 对不对 那这里头这个核心的这个内涵呢 就是比较利益 意思就是说我家的东西可能比较便宜 卖到你家去呢 这个我就可以赚到这个比较利益的 相对的你这些东西卖过来也是一样的 那可是现在呢 就呈现了所谓的 我们先讲贸易壁垒 贸易壁垒有几项呢 就第一个它是关税 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关税 第二个限额 比如说你的车子卖过来一年五千辆 多了没有 这个也算是一个贸易壁垒 另外一个还有规格 比如说你的车子排气量超过我的标准 我就不准你卖了 或者我就立一个法律 把这个标准计的特别高 那你这个车根本就卖不进来了 那这种也是一个手段 那可是现在呢 我们刚刚讲到了 就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呢 就是因为它价廉物媒 那使得这些欧洲人啊 他自己招架不住 那所以说他就采取这个下下策 那这个下下策呢 就是损人不利己 而且是双输的格局 那你这样子干的话 那好 那当然 那中方当然也是 这个必须要回敬你 回敬你的话 当然他就现在找了 找了一项这个乳制品 没错 所谓的乳制品啊 比较特殊 特殊在哪里的 就是说我们传统的中国菜里头啊 很少用牛奶的 对 没错 对不对 那所以说这个乳制品呢 对中国人来说呢 我觉得是并没有那么重要 你这个汽车对他们来讲 反而是这个重要性更高 好了 那你这样弄的话 那当然中方只是说 我给你一个回敬 回敬你一下 那希望呢 你能够回头试案 那这样子是不是 双方还可以重归就好 那你现在这个 应该是说 中方的这个价廉物美的产品呢 应该可以刺激你们 在相关的领域呢 或者说是其他的领域呢 你能够更加的升级 更加的改善 改善你们的这些 所谓的比较利益 然后呢你可以反过来 你再卖到中国来 对不对 那可是现在你们好像 这个扶手称臣啊 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打不过了 那所以说只能采取这个下策了 博老师我们看到 在欧盟进行调查后 好像仿佛留了一手 他们就是决定对这个特斯拉 在中国制的电动车 他们加征关税的幅度是砍半的 为什么会有特别关照特斯拉 这种大小眼的状况 是美国背后关系的考虑 那当然啦 美国老大哥啊 那你这个要 这个得罪不起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里头当然就是一个 这个贸易的这个顺差 逆差的这个问题 这个中欧的贸易啊 中方是顺差 而且顺差呢 四千亿 一年 四千亿美元 可是呢 美欧的贸易呢 是欧方顺差 意思就是说 我们欧洲人啊 我被中国人赚的钱 赚的蛮多了 可是呢 我们同样的去赚美国人的钱 那所以说呢 他对这个美国人 就是这个 这个马斯克的 他的这个特斯拉 他就给他一个特别优待 他觉得说 反正我们跟美国啊 我们是赚你的钱嘛 那所以说呢 我给你的 这个特斯拉的 这种 所谓的这个 关税的 关税的这个额度啦 限额呢 就 没有像 对中国那么高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有一个差别的 好 而除了对这个 中国的电动车开刀 欧洲贸易纠纷呢 我相信后面 还有好几个回合的较量 而且 矛头不只是在电动车 他们还指向了 像是钢铁的扁材啦 木地板 医疗器械 还有什么 所谓的锋利 涡轮机 太阳能电板等等 这个贸易战 若是规模继续扩大下去 可以说影响是 众多产业 全方面的 无差别供给 那说好听一点 叫做贸易的保护主义 那讲难听一点 就是对中国企业的歧视啦 再来想问一下 侯议员 你觉得这会是一个 两败俱伤的局面吗 这到目前为止 这欧盟的关税政策 因为从7月开始 就已经要征收这个关税 当然到10月的时候 都还有一定的谈判的空间 那所有的理由 都是站不住脚 什么政府大量补贴啦 不公平的竞争 那我们也都知道 实际上 就是因为欧洲内部 自己的这个汽车业 他们也想要生活 以及欧盟在政治上 试图来对中国大陆 进行打压 不过每一个国家 他们的立场也都不太一样 就比如说德国 因为他们自己 有非常多的车 也都销往大陆 很担心遭到对等报复 所以德国向来 都是持反对态度 但是其他的 像是意大利啦 或者是法国啦 那他们可能自己 有一些对中国大陆 比较不满的意见跟声音 所以就比较支持 这样的立场 那么在接下来 会令人担心的是说 整体贸易战的升级 因为不仅是针对汽车行业 那欧洲对于大陆 还有非常多一些 都打算要去出手制裁的 那为什么要制裁 也是因为他们物美价廉 也是因为他们大量的 就是让欧洲人都去买他们单 不去买自己本国的产品 那包含像是什么 钢铁的贬材 木地板 医疗器械 锋利 涡轮机 太阳能电磁板等等 都可能会引发相当的贸易战 那么当然呢 中国大陆目前也有了反制的作为 那么这个反制的作为 跟欧盟目前的作为 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大陆 至少目前官方所宣告出来的 我们都是接到了产业的请求 我们都是接到了具体行业的陈情 所以我们来据此发出调查 那么欧盟呢 他们并不是接到汽车产业 说那他们希望能够来加征关税 不是 欧盟完全都是由一些政治人物 来单方面决定的 而且甚至汽车产业是反对的 那这当然就跟大陆是因为 内部产业的这个成情跟抗议 来做出抗衡 那你说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呢 其实因为这个声音啊 在大陆是已经压制很久 因为毕竟呢 在这个自由贸易市场为主的状态之下 大家原则上就不要轻起 贸易战 那你说最后会产生什么局面 基本上啊 如果我们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任何的贸易保护壁垒 任何的关税政策都是不好的 因为你最终都是嫁祸到消费者端 你的成本会增加 你不见得你保护的那个行业 真的有变得更加的起色 或者更加的了不起 因为美国自己也坦诚 自从2018年对大陆开启的贸易关税战 实际上最后呢 你只导致了美国的通货膨胀 导致美国的物价上涨 那你所要保护的产业呢 好像也没多大的起色 而且更关键的是 中美的贸易量还比2018年 又每一年几乎都节节突破跟升高 所以美国的制裁 好像是制裁了个寂寞 那么反过来讲 即便欧盟真的呢 又不买大陆的相关电动车了 那么大陆的这些电动车 会跑到什么地方呢 那它很有可能就会继续往 一带一路的相关国家 就没有关税的这些国家去卖了 那么就对于说 中国大陆本来在一带一路的这些布局 然后在亚拉非的这些国家 他们就会开着更多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因为本来就是物美价廉 就消费上 他们也比较能够享受得起 那么这些国家 未来在净零碳排的议题上 也都会纷纷响应 跟支持中国大陆的主张 从而呢 因为在所谓的能源车的这一块 就是它在净零碳排 就占了一个相当大的比重 那如果欧洲跟美国这块发展的比较缓慢 等于在净零碳排的这一块 欧美就会趋于劣势 到时候议题上面 北京所握有的主导权 可能就会更大 确实就像议员还有汤老师刚刚讲的 目前欧美势力对中国大陆这些制裁 感觉是这个政策面大于经济面的一些考量 而且像欧美势力对中国电动车的不友善到什么程度呢 真的是透过这些争碎的不合理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不过山不转路转 正门不开 我们可以从侧门落 那比亚迪布局墨西哥这一步棋 就已经把这个工厂的选址 单缩小到了三个州的范围了 可以说是选址已经呼之欲出了 而且末国的各州政府 都是端出了建厂的激励措施了 还有多方面的这些优惠的牛肉 希望比亚迪你赶快来吧 那一旦这件事情敲定了 比亚迪的这个墨西哥厂 他是否会像一把这个坚韧盲刺在背 让美国的车漆是冷汗直流压力三大门将军 其实我觉得比亚迪到墨西哥去 不是走侧门 就是走后门 而是走大门 走大门 为什么我讲要走大门呢 因为美国来讲的话 我们从上个月七月份的时候 这个川普在竞选的时候 特别就讲墨西哥的中国车器 他们正在那里设置这场 要迈到我们国家来 你看川普多紧张 那另外这个戴琪 美国贸易代表的戴琪也特别讲这一话 他说我们不会让墨西哥成为中国的后门 这个中国车器的后门 因为美国墨西哥还有加拿大 他们三个国家有一个贸易协定 所以他们有这个赌注 那美国自己本身也对墨西哥的政府 施加很大的压力 就不准墨西哥给中国车器 给他优惠的土地 给他这个优惠的税率 等等这些相关的奖励措施 不准给墨西哥政府给中国 那墨西哥政府也同意了 可是为什么墨西哥里面 这个政府虽然说也都接受美国这种压力 可是各州政府 这个抢着要比亚迪去设厂 而且欢欣鼓舞人 我觉得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当然就是比亚迪去那里设厂 可以制造他们工人就业的机会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比亚迪去那里 可以提升他们科技的能力 那第三个当然最重要就是有市场 那这个市场是哪里呢 第一个就是拉丁美洲的市场 因为大家要知道光墨西哥自己本身就是超过一亿人口的国家 他自己本身就有用车的需求 然后这个比亚迪的车子 就像是刚刚前面两位所讲的物美价格 CP值很高 他那个车子价位就是你车子一半的价位 那这么便宜 他墨西哥人民需要这种价位 然后接下来不只是光墨西哥 他往南的话 我相信不管是巴西或者阿根廷 他有广大的市场 这是第一个 所以可以增加他就业人员机会 那美国为什么在紧张什么 人家卖到这些国家去 美国有什么好紧张 其实中间来讲的话 美国不得不依赖墨西哥的这些车器 怎么讲呢 比如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墨西哥它制造你不准你整车进口 可是你需要这些墨西哥相关的车子的零件 比如说车子的后视镜 车子的保险杠 等等这些车子的零件来讲的话 它还是可以从墨西哥来进口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样东西 其实我们都知道电动车最贵的是什么 是那个电池 而且最科技的是那个电池 那美国也注意到这件事情 所以说他对这个车子来讲的话 你只要是车子里面所有零件 有牵涉到中国车器制造 他就不给你奖励措施 可是问题是说 你美国自己做的车子 那个电池来讲的话 这个损耗率是很高的 因为我们知道电池大概充电几次以后 这个它慢慢就会 这个充电能力就会消弱 那中国宁德时代或比亚迪 它电池效果很好 那你第一次我买车的时候 你不给我补助没关系 我买你美国车 可是我用了五年之后 我电池要换啊 所以我电池每天我要换 它又换成电池 换这个中国车器 比如说比亚迪或宁德时代电池 它那个电池又便宜 这个充电效果又好 所以它后续来讲 还是会买中国 那你没有给我补助没关系吗 因为我只是买零件 我也不需要你补助 所以我觉得从以上来讲的话 所以为什么这个美国 虽然说对墨西哥政府来讲 施加很大的压力 然后不管是川普在竞选的时候 或戴琪来讲的话 他们都知道说你有外包 有可能中国从后门 从这个后路走进来 透过墨西哥 把这些东西卖到我中国 卖到我美国本土来 可是为什么各州的 墨西哥各州州政府来讲 还是节力的欢迎 那目前来讲的话 三个州 选定了三个州 后续我们可以观察 到底是却贫重选哪个州 我相信那个州 墨西哥那个州的老百姓 应该都非常高兴 因为最起码迎来很大的一个 就业工作的一个机会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大利多 好我们再来看到是军武的话题 有道是大炮一响 黄金万两 以哈还有俄乌 这两场战争的动乱 不只是提升了黄金的价格 也让各方势力 是趁机来测试一些新武器的性能 所以这个军武的价格 也是不断地提高 那中国大陆如今 是毫无争议的 这个军事强国之一 透过这个图表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他们在海军的舰制 可以是说花了大钱 包含我们看到像航空母舰 潜艇 驱逐舰 两栖攻击舰等等 都是在这些最贵 解放军现役最贵武器上面 排得上号的这些舰制 那我们就要特别说 这个其中价格在第七名的 075型两栖攻击舰 这是目前中方最大型的两栖战舰 那汤老师你怎么观察 075型这个越造越快的技术普及 还有它被称作是解放军小航母 这个称号有这么厉害吗 对 这个075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它大也不算太大 小也不算太小 就刚好在一个中间的这个位置 比这个传统的航空母舰要小一些 可是比这个传统的这个 其他的战舰又要大一些 那所以呢 它的这个特殊性 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它可以这个承载 30架这个攻击性的这个直升机 然后它就有这种 因为一般的航母呢 它都是用这个战斗机 那它这个是直升机 还有呢 它可以在大概1000个 1000个这个 所谓的陆战队的这个士兵 因为一般的航母 大概这个人数要比它更多了 三四千人 那还有呢 它可以载这个气垫船 那所以说它这个东西 灵活性就特别高了 非常非常高了 那还可以载什么 还可以载这个战车 那你说航空母舰的话 它因为它盾位太大了 它要到港口来 那或者说要离这个海湾 这个比较远的地方 它才能够航行 因为它吃水量比较高嘛 那像这个的话呢 它吃水量就比较少 比较浅 那所以说呢 它在这些方面啊 它的优势啊 就可以非常非常明显地 把它显现出来了 那这里呢 当然它也是 这个攻击力是很强的 这个攻击式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直升机 那还有呢 就是说一般我们讲 这个航空母舰啊 它现在在对台湾这边来讲 等一下这个将军 要讲得更仔细一点 这个它对台湾来讲的话呢 它有一个叫什么呢 叫做反介入的这种功能 一方面它当然是 有这个攻击性 可是呢 重点是说 这个外力 如果说他们要介入到 这个台海的 这个战事里面来的话 那这些 包括航空母舰 包括这个075的 这些航舰啊 他们就可以进行一种 或是发挥一种 这种 把他们 排斥在外面的 排斥在外面 不让他们进入 到这个台湾的周边来的 这种功能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呢 我刚刚讲了 它这个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而且它可以生产的比较快 因为你一个航母啊 太久了 很慢了 对不对 成本太大了 所以说呢 它的这个重要性啊 我觉得在目前来讲啊 对于台湾来说呢 这个当然 这个是 威胁性是比较大的 那如果说两岸关系 还是要走到 走到那条 那个状态的话 那当然 我们是绝对吃亏的 好 再来就顺势问到 丽将军 对于两岸这个 军事发展 非常了解 这个075型 如果运用在台海 我们有什么 要注意的地方 我特别要讲 075型 它就是针对台湾海峡 量身定做的 两岸攻击舰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 一个登陆作战来讲的话 你有海军的舰队 有空军的火力资源 对不对 还有舰艇部队 还有登陆部队 所以它等于说 把这些所有部队 全部集中在一条船上面 所以指挥管制 可以很扁平化 我一艘 我一艘两岸攻击舰 就有空中作战 或者是火力资源 或者是登陆作战 我现在就很简单的 以我们经常听到的 红色海滩 红色海滩 我就特别以台北来举 举一个例子来做说明 现在来讲的话 075说是有四艘 那各位看一下 如果说是在淡水这边 用一艘做阳登陆 或者驻登陆 然后在这个海湖这边 我们经常讲 海湖是红色沙滩 这个地方是什么 是071了7登陆 然后在台中 或者是新竹外海 再一艘075 在那边做阳洞 做假洞 然后这个075 什么叫三七登陆呢 就像是刚刚汤老师所讲一样 它直升机 第一架075 载你到这边来 用直升机直接到这个地方来 载你领口台地 第二架075的这种直升机 直接到这个地方 杨梅高山顶 杨梅高山顶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然后把你两边的部队都切断 然后让你这个南不能救北 北不能救南 然后北部这边淡水河 也是我们经常讲淡水河河防很重要 这个时候你要知道 这边两栖登陆是用071 实施两栖登陆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机场 机场是什么呢 是运二时的飞机就直接下来了 那在这种状况下 你看看 是不是就是这一块 就是我们所谓的 我们经常军事术语讲 叫做摊头堡 就是我控制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有港口 这边有机场 然后我所有后勤物资 就是可以源源不绝下来 我觉得最可怕的后续是076 076为什么 它是无人攻击机 也就是说用无人攻击机 提供这些部队的所有火力资源 然后精准打击 截断你所有资源部队 然后你看它占领这一块以后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新北市 所以很容易就是我们台北 这是我举这个例子来做说明 就是075对我们台湾威胁 事实上是非常大的 而且我认为075这种两栖攻击舰 它主要就是针对台湾 量身定做的一款战舰 哇 将军真的是把解放军的这个剧本 已经可能性都看得非常透彻 那再来我想请教一下议员 我们刚刚有提到075跟071 他们如果要来攻台 他们是一个协防在运作的方式 那军武专栏The Warzone 日前就报导了 有一艘中方海军的抢摊力气 就是071型的两栖攻击舰 他们在上面似乎装加了这个雷射武器 来作为测试新武器的平台 那如果我们刚刚提到075型 是他们现在现役海军的二当家 那071型算不算是解放军的小当家 你觉得 这个075跟071当然是作用不一样 075它其实是多用途的攻击舰 能够在所有广泛的作战用途当中来运用 那071呢 它更专注于是传统的登陆作战 所以呢 075的这个加入 然后或者讲说071 然后在中国海军当中所拥有的意义 就是它的能力显著提升 就如同将军所说的 在台海或者是在其他地区 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 能够提供更强的兵力的投射 和快速的反应能力 那么目前呢 刚才有提到说 激光武器就是雷射武器 它其实呢 它其实呢 在当前的军事领域当中都是重要的技术 每一个国家都在积极的投入跟研发 所以美国 俄罗斯 以色列 其实呢 都在这个领域有一定的成果跟突破 是 那俄罗斯跟以色列呢 主要它是集中在陆地上使用 以色列呢 就把它装在哈马斯 针对这个哈马斯的火箭弹头 然后呢 这个红海危机的时候 但是 因为红海危机我们都知道 发生一些事情啊 这个各国呢 就体认到了 这个很危险 怎么样呢 所以在军舰当中 也要安装 这个雷射激光武器 就会成为一种趋势 所以 对中国大陆来说 那么目前呢 在071舰上 就装了这个雷射激光武器 一方面呢 它凸显出 大陆把这个071的这个舰 作为是激光武器的一个测试平台 因为在过去 其实大陆对于激光雷射武器 它的一些数据啦 或它的一些状态啊 相对来说是比较神秘 就它的战力到底如何 外界不是很了解 但是这一次装备的出现 就是让大家相信 那大陆应该是在雷射激光武器 有了一定领域的突破 或者呢 是有了一定的成果 那它的功能 可能会跟美国比较类似 主要都是用来应对无人机啦 或者是无人艇的一些挑战 因为在当前的海域啊 无人机或者是无人艇的这些挑战 日语俱增 那他们的这个隐蔽性很强啦 成本很低啦 然后作战也比较灵活啦 所以呢 加装在071舰上的这个雷射激光 它具有反应快 然后精度高 而且呢 打击成本比较低 所以呢 为军舰提供了一个可靠的防护 那这些就看未来071舰队 然后跟075 那有什么样 来做一个相互合作的协同作战 是 好 我们聊完了这个解放军的船舰 我们再来看看 有一间国防工业公司 叫做Anderio 他们帮澳洲的皇家海军打造了一款超大型的自主水下载具 名字很帅叫做幽灵沙 他也参与了今年2024环太平洋军演 而且目前在美国进行测试 要测试看看他在这个太平洋两岸的作战能力如何 那再来就请教立将军了 这个幽灵沙他的厉害之处 还有怎么观察这个神秘 这个载舰的战术定位 当然每一种武器一定有它的优点 也有它的缺点 那我们先讲这个幽灵沙的优点 因为它的优点第一个就是 它部署很容易 然后它就是用飞机就可以运了 虽然说体积 说大不大 它不会小到说是飞机装不下 所以部署会很快 可是它的这个体型来讲也可以足以 它装饰很多的这种附属的装置 甚至于包括武器在里面 那这种武器来讲的话 它可以做军民两用 在民用型来讲的话 当然它可以做成一种 像我们都知道 像这个北极二号被炸 它如果说是那时候德国有这个幽灵沙来讲的话 就可以维护它的海里的油管的管线 那我们也知道 像上次这个鸿海来讲 弧载组织也切断了四条海底的电缆缆线 电缆线其实在未来作战 未来的经济或者商业行为上面也非常重要 万一切断完的话 你网路全部断掉 所以它也可以做这个海底的电缆缆线的维护跟侦查 然后第三个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因为它没有人 所以它就没有换气的困扰 如果我们人都要呼吸嘛 你检验你要有人呼吸 它没有这种困扰 所以它可以长期潜伏在底下 海底下 它不用上来做这种换气这种动作 所以它可以在海底的时间很久 当然它可以装饰这个鱼雷啊等等这些武器 然后潜伏在那边 那军事上来讲的话 第一个用途就是当做监视 就是说我们讲说只管通勤 监视侦查 就是你监视是很重要 监视跟这个搜索是不一样的 监视我就停在那个地方 我看这附近有什么见识 有什么动静 就像是我们摄像头一样 这个看看 我一直停在那边看看你这边有什么动静或什么动作 然后侦查来讲的话 当然我过往的车子有没有违规 它可以执行类似这样军中 这种作战的时候可以执行类似像这种任务 我停在那边所有军舰或潜舰 从这附近经过来讲的话 我就可以掌握到 这是它在军事上最重要的一个用途 当然它可以装设鱼雷 但是我按照它的长度来讲 装的鱼雷可能不会很大 可能不足以 对它可能不足以击毁一条 一条千顿级以上的战舰 因为它的长只有5.8公尺 那一颗鱼雷大概都已经比它还长 所以可能是小型的这种鱼雷大概还可以 那大型的鱼雷可能没有办法 可是我接下来讲说它的缺点在哪里 当然你知道最重要就是它的电池的续航力有多久 对电池能量因为它是靠电的 那我们现在看它作战半径大概就是580公里 那你如果说是要吹牛到说是太平两岸 我觉得那就有一点吹牛过头了 大概它维护它关岛周边地区的海域安全 执行这种侦察监视的任务还可以 比较小区域型的 对小区域 因为它毕竟来讲就是580公里 那我们量一下从大陆到关岛 大概两三千公里 它就做不了这种 到大陆沿海实施侦察的工作任务就做 因为它的航程会受它的电池的能力所限 是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呢 我们要继续跟三位专家来探讨 现在中国大陆的低空经济 有多发达 像是民众网购 叫外送 达到了什么新境界 好 再回到环宇全世界的现场 我们来说现在无人机的技术研发 还有运用的领域是越来越广泛了 在民用市场上 中国的无人机服务一直都很有创意 现在有外卖平台呢 这个业者他们就把这个无人机配送 在一些比较难以运送的地方来实施 让这些游客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拿到东西 此外呢 飞行车的投入也让交通很塞 很堵的地方有了这个解决的方案 那 唐老师你觉得 这个中国大陆的低空经济 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市场的险选 我觉得一定会的 因为他们的那些 所谓的现在的这个低空经济 让我们看起来 我不能说是瞠目结舌 他没观止 我看大概也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台湾 台北人不爱卖 你去试试看 他们都骑车子的嘛 对 他那个一下子从空中来 那这个当然 这个时间就节省了很多了 那现在呢 就是在大陆啊 它这个低空经济的规模 已经达到5000多亿了 那在2030年的话呢 可能要达到两兆人民币的这个规模 因为它这个增速是非常非常快的 那你想想看 这个大陆在制造这个 无人机的这个厂家有多少 2000多家 那这个当然内部竞争的很激烈嘛 对不对 那所以说呢 这个得出来的结果一定是 这个价廉物美的 对 那这里呢 当然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你要配套 你要配什么套呢 你比如说你这个怎么生产 生产你要管控啊 你在空中飞来飞去 这个当然一定要 法规 对不对 一定要有法规 一定要有这个交通的这个控管 那还有呢 你一定要有生态保护啊 这些东西你都要 你都要顾全到嘛 而这个东西的好处在哪里呢 好处在第一个 它没有什么噪音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台 我上次去大陆啊 他们那个电动车啊 普及率非常非常高 包括电动汽车了 那它有一个重点是 有一个车跑到我旁边来 我根本不知道啊 没有声音啊 马达很轻易的 而且呢 它的污染也比较低 对 而且这个像这个无人机呢 它也不需要跑到 它就是直升机嘛 垂直行车 对不对 垂直的 那所以说 它有非常非常高的 这种便利性 那此外呢 那我们刚刚讲是在城里面 那你比如说 包括这个交通啦 送货啦 甚至包括急救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人 它这个如果说 就像这个直升机 可是它这个比直升机呢 可能要小一点 而且成本又低 而且呢 它又比较灵活 对 这万一哪边有什么山奈呢 或者哪些人溺水呢 它可一下子就立刻 可以达到这个救援的 这个效果 还有呢 比如说喷撒农药 哇 现在这个喷撒农药 这个也是很厉害的 也是要用这个 这个无人机来达到这个目的 那另外呢 就是说 你比如说 你这个空拍 空拍也是很重要的 你比如说你要拍个影片啊 或者说你甚至要拍一个这个 这个造势的这个场景啊 什么的 对不对 其实现在都有 我上次去到路看到一个什么的 他们参加婚礼 婚礼也有啊 高规格 也有这个高规格 对不对 他也说我要看这个 这个全部的场景 是 因为你坐在底下 你看不到嘛 那他这个 这个无人机一来 那他把这个全部的 整个的场景呢 全部都让大家都可以欣赏得到 那所以说呢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低空经济啊 在大陆的这个发展啊 我看是这个全途浮量啊 这个绝对它可以创造非常非常大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经济产值 好 汤老师非常看好这个经济惨值 而且刚才我们节目第一阶段 说了很多这个中国大陆电动车 物美价廉啊 靠着这个CP值 沙翻海外市场等等的议题 而他们现在也想在飞行车这个蓝海呢 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啊 我们看到包括了像小鹏汽车啦 还有这个异航智能等厂商 他们都在抢先布局了 全球的低空飞行装置这个商机啊 那么想问一下丽将军了 你会很期待这种新型的载具吗 因为你以前是住房在猎原 你一定最清楚 像澎湖 金门 马祖 这些小岛屿众多的地方 这种飞行器的价值 第一个当然就是对这些离岛 我们要知道澎湖总共有64个离岛 当然有住人的没有那么多啦 有很多是五人岛 那金门来讲的话 当然有住民众的 就大金跟小金这两个岛 可是有很多其他 总共有七个离岛 有住所官兵 那澎湖 马祖根本不用讲了 很多的这种 包括东营啊 西营啊 这个举光啊等等 这些地方都有居民在这边 那现在来讲 运输的工具都是靠船只来运输 那船只来讲的话 第一个航行速度慢 有时候就像汤老师所讲的 有时候这个紧急伤患的厚重来讲的话 你用这种船只送的速度 是绝对不够的 而且东北季风的时候 很容易停航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说东北季风来讲的话 这个飞机大概也不能飞啦 这不能飞 但是我特别要讲一段 因为我是军人 我特别关心到这个 用到战场上的话 那就非常重要了 为什么 因为战场最怕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后勤后勤 大家不要以为说 后勤只是怎么样 把弹药啊 把粮食送上去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伤患后送 所以我们讲说 是我们后勤补击点 后勤机力的部署来讲 是伤患急救 但是要摆在最前面 因为伤患急救 一定是最快的 你知道打仗的时候 如果说有一个兵受伤的话 你就会损失五个人的战力 因为有四个兵会 照顾他 抢上去 去把他抬走 这个有一个人受伤了 对不对 大家一个担架 一定四个人抬嘛 你一个人受伤 就丧失四个人 丧失五个人的战力 那这时候如果说是 用这种无人机来讲 那非常好用 对不对 它不需要说是有人操作 也不需要有人架子 你只要把这个伤患 立刻送到这个无人的直升机上面 然后这无人直升机 你给它定位好 它就可以到 你这个急救站里面 马上实施急救 你不会浪费任何一个兵力 那第二个我特别要讲一个故事 我在金门的时候曾经有一次 这个对岸来讲 透过金门县政府打电话给我 立指挥官 明天早上我们有一架直升机 要去做海岸探测的工作 你不要误会 那不是去攻击你们的 你不要把它打下来 先打招呼 那我们就特别注意到说 这架直升机 当然我们会注意到观测 避免它有什么 这个万一飞行路线 突然一歪就过来了 可是从这种过程之中 如果说现在来讲 它大概就不需要 这种有人的直升机 来做这种比较 这种冒险或危险的工作 它就可以用这种低空经济的直升机 来做做飞行 所以我觉得说未来来讲的话 当然除了这个以外 包括粮食的运输 或者是说医药药品的运输来讲的话 低空经济 那当然包括观光旅游 也是在其中 像澎湖来讲 若有这种东西 对他们来讲的话 发展观光 不管到南方四岛 或什么地方去 都是一种非常好的 一种交通工具 好我们可以预见 这种VTOL的这种 低空经济的产品 一定会是人类 这个未来交通形态的 下一个阶段重头戏 而目前这个全世界各个类型不同的飞行车 这些类型的统计 中国毫无疑问是领头阳 他们有着将近一半 百分之五十的比重 那像是一些传统的汽车工业强国 像是美国 德国 他们在这条新赛道上 目前所占的比重 可能只有大概百分之十八 跟百分之八这样的程度 所以可见 现在全球的低空经济 产业发展 这个未来的话语权 北京是有一定主导地位的 汉廷 议员 你怎么观察现在这个现象 当然因为北京非常重视 其实低空经济这个词呢 或者是现象 以前就存在了 比如说以前的大江无人机啊 那他们就是这个 种棉花啦 撒农药啦 都有 那为什么在今年甚至被誉为叫做 低空经济的元年呢 是因为它特别被拔高到 中央所发布来的文件的层次 在2023年底的时候 大陆中央经济工作会就指出 要打造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 而在今年三月的两会期间呢 政府的工作报告也把低空经济写进去 说呢它是新增长引擎 这些呢都是把低空经济拉高到了一个 比较新的高度 跟什么类似呢 就跟什么5G啦 物联网 高端芯片 人工智能 新能源 都是同样等级的 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是在政策端上 就北京对它的支持以及高度的重视 这表示在接下来的五六年呢 会有大量的政策和资源 会往低空经济这个领域当中来做集中 好那当然也不是说政府单位重视 而且实际上是市场上 这些技能或者说需求已经满足了 关于政治人物光喊 其实也没什么用 首先呢在2023年呢 中国运营无人机的企业数量 已经高达两万家 而且呢整个中国大陆的低空经济市场规模 突破了5000亿的人民币 所以市场规模是有的 需求消费都是有的 那么再看在技术层面上 为什么到了今年算是突飞猛进呢 这其实是因为航空产业链 跟能源汽车产业链都有所提供的 就新能源汽车的相关产业链啊 就它的一些摸索出来的包含的材料啦 电池啦 电控啦 自动驾驶的技术 其实都可以沿用到这些无人机的飞行 甚至是它的这个载具跟研发上 甚至呢是国产飞机C919 它里面的很多技术跟一些科技的成果 也都会直接沿用到无人机上面 所以在大陆有非常多的案例啊 就是说过去呢他们是在新能源汽车服务的 或者呢是在这些航空业服务的这些团队 直接呢就来创业然后直接呢进入到新的无人机的工作行业的领域 那也有一些厂商就它本来呢是为这个无人驾驶 它为新能源车提供一些零组件的 现在它也为这些所谓的无人机提供零组件 所以这些呢都是技术上的成熟 然后以及市场端的成熟 所以未来北京当然在这方面是有相当稳定的突破 确实我们可以观察到现在中国大陆对于低空经济的布局啊 真的是方方面面企业有利然后政府也放行 所以发展是非常的蓬勃 那也想问问看观众朋友 这种飞天车假如在你住的城市里进行推广了 大家会想试试看吗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那等一下节目回来呢要持续带你了解 现在China Travel这个旅游风潮有多火爆 好观众朋友欢迎再回到欢迎全世界的节目现场 我们都说暑期是这个旅游的旺季 那今年呢国旅在台湾的状况是蛮惨烈的 大家都去海外旅游了 那也因为这样呢在对岸中国大陆 他们现在迎来了这个新冠疫情结束后 一波外国人访华旅游的高峰 包含了很多的数据啊 同比增长都是翻倍起跳的 那这个China Travel这个词也是风靡事件 在现在呢是正在进行事 那汤老师最近有没有想去对岸旅游一下的想法 当然了 我才从新疆回来 他从新疆 我到那边去旅游了一下 因为这个新疆啊 有它非常这个特别的这个地方 如果说我们把它分成城市跟这个郊区 两个地方来这个形容的话呢 在城市里面 当然譬如说它乌鲁不齐啦 它还有很多其他大城市 它是万人空巷 而且人身抵费 可是重点是什么 安全无欲 安全 哎呀 那因为它的理由这个叫做巴萨 巴萨是什么意思 巴萨就是我们这边一般所说的这个夜市 可是它不是只有晚上 它是整天都有的 那等于就是一种市集啊 那它在那个地方呢 哇真的是 那个比我们这个夜市还要热闹 那可是重点是什么 因为以前我们觉得说 这汉族啊 维吾族 维吾尔族啊 什么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矛盾啊 因为以前有嘛 因为以前有 2009年那个时候这个闹得很厉害 可是后来呢 这个整个问题啊 确实已经得到了一个安置跟解决 我觉得到那边去了以后呢 根本没有看到任何的 比如说当然我们都是在马路上啊 根本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 比如说种族的冲突啦 或者是人家吵架啦 或者是干什么 根本没有 我在那边待了差不多十天 那另外呢 在郊区 郊区那是更不得了 这个风景如画令人心旷神异 真的是 我都建议我儿子说 那个油是你一个最好的 这个都蜜月的地方 强力建议它 比如说它很空旷 那个风景又很漂亮 而且它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 那个叫什么 滑翔机 滑翔翼 还有可以那个 无人机 哎呀 那个让我们感觉到说 这个确实是有点这个让人家这个 像是新旷生意 这样进入先进的这种味道 那还有呢 它那里没有污染 因为它那里 它那里 根本没有什么工业嘛 对 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个是在郊外 它郊外根本就一片 这个可能说是这种处理地 那所以我说这只是一个地方 只是一个新疆这个地方 那其他的地方呢 当然我也是觉得说是非常向往的 那你譬如说在这个江南的这一块 那他们那边也是建设的 非常非常的完美 尤其是它的交通 它的交通啊 我觉得也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你要是买票 是不是上网买票 那也是 根本一点困点都没有 而且要买都买得到 而且呢 还有它的航空也是一样 它的这个动车啊 或者说它的高铁啊 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的发达 我举个例子啊 就像上次这个布林肯到了上海 对 他去到上海啊 我觉得他一定是 这个非常惊讶的 眼睛一亮 眼睛一亮 可是他一句话都不讲 不讲的话就代表 他都知道是 这个心里面可能是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非常复杂的感觉 就觉得说 怎么中国这个地方 这边可以治理得那么好 那你去跟美国比比看 你像晚上 你九点钟以后 你美国人在大都会里面 你敢出去吗 那在大陆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管是大城市小城市 或者我刚讲的新疆啊 什么什么等等 都没有这种治安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一点也是 非常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在整个大陆啊 没有什么贫民库 从来没看过 你去到中南美非洲 你去看看 这个都市以外的 都是贫民库 对 就是那些人 真的是很穷的人 可是在大陆呢 不管他怎么样 他是把他这些人都 把他安置好了 给他这个最低的 这个消费生活的 这个保障啊 什么等等 所以说你去到马路上去看 没有贫民库 同时呢 还有呢 没有什么 没有乞丐 没有说很穷的人 没饭吃了 还来跟你讨钱的 这些都没有 那所以说 整个这个市容啊 对 就给人家 完全一种 另外的感觉 很现代的感觉 好我们说近日 火爆的流量话题啊 除了这个China Travel之外呢 还有是中国自主开发的 3A游戏大作 黑神话悟空 可以说是 票房口碑的双丰收 在游戏里面呢 精彩的美术设计 跟实地考察取景的 这个精致3D建模 让许多玩家是 在游戏里面 流连忘返之外呢 他们还想去这个实地 看看啊 欣赏这些 中国古迹的热潮 想问一下 议员啊 你怎么看这个悟空 通往现在除了要 想妖抚摸之外 还当起了中国的 旅游大使现象 先说 当这个China Travel 就是大陆呢 遍面的开放了 世界各个国家的 这些免签之外 因为这些国家 不见得有开放 没关系 展现的就是 足够的强大跟自信 因为呢 对于这些 海外的人士来说 但凡有一个正常的脑袋 一定都会很好奇 尤其在一些欧美特定的 滤镜之下 或双标之下 就大陆会不会形塑成 一个很奇怪的样子 就他们到底是怎么又强大 但是又落后 怎么又先进 但又野蛮 充满矛盾 对吧 就怎么会人民很穷困潦倒 但是他们的工商业 电子业跟服务业 又都能够如此发达 所以但凡正常的人啊 那他一定会想要去看一看 看了之后就能够知道说 这个国家或媒体 有人在骗他 有人骗他 高铁没有靠背啊 有人骗他 就是大家都在吃田鼠啊 只能吃榨菜啊 住土房啊 那像我呢 因为也才刚从欧洲 葡萄牙西班牙的考察回来 确实我觉得最大的 对观光客 或我到的那个城市来说 我觉得治安真的很不好 就是爬手小偷强盗 这个案件非常的多 但当地好像也不太怎么管 或者是一些这个道路上面的 这个卫生的状况 我觉得也不是很好 对了 对了 就也很好奇 如果在台北 我们台北市议员 早就把这个台北市警察局长 骂下台了 对吧 讲完完都应该要道歉了 那么呢 就是当然我觉得台北还是不错 就是这些治安啊 跟卫生环境 那大陆当然这个方面也是不错 所以就为什么 海外的这些老外 到了大陆去看 就会觉得很棒 那我们再来看到 就是说这个悟空啊 目前呢 他在全球风行的这个程度 都有很多玩家 所以自然嘛 就是玩家如果有兴趣 他玩得很开心 也会想要到这个游戏的发源地 去一探究竟 是 就好像当初魔戒盛行的时候 那么纽西兰取景地 那他的这个观光客也就增加 或者是英国哈利波特 也因此带动了观光潮 文化输出 文化输出 这是一件很自然 跟很正常的现象 所以呢 未来世界各地的游戏迷 如果会到中国大陆 然后呢 这个下半年的入境旅游 很可能呢 就是可以期待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这个悟空的游戏里面 他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化 而且他大量地还原了 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些山水风貌 以及古煞的建筑 甚至是道家的佛像 一砖一瓦呢 都蕴藏了这些历史的底蕴 跟文化的底蕴 尤其呢 它有36个重要的景点 每一个地方都有超越了文化 跟自然的这种美感 比如说 重庆的大竹石科 千佛千面 降星独运 杭州的灵影寺 终生悠扬 香火鼎盛 利水的石丝寺 岁月静好 古樸典养 那当然呢 就是最大的取景大户呢 其实是在山西 就是36个景点 山西就占了27个之多 南禅寺 历史悠久 禅艺即将 铁佛寺 铁骨蒸蒸 佛光普照 佑国寺 庄严树木 护佑一方平安 那么甚至呢 就是山西 其实它也都已经做好准备 在2020年悟空转 悟空的这个宣传片出来的时候 它就已经做了很多广告 所以呢 到现在一上线 那它的这个旅游 其实就已经有显著的倍增了 所以呢 就是下半年 会不会有更多人到山西 那么取景的这些地方 现实政府 也能不能够做好准备 就看各地政府的观光 我相信这个 脑筋都很快的旅游业者 一定会想办法结合 这个黑神花悟空的一些话题 来做一些雨流的配套措施 那我们假如这个 China Travel继续火下去呢 那中国 他们也继续维持 这样对外开放的 友好政策的话 那当中 最具活力跟这个 新创能量的大湾区 他们的旅游业这块饼啊 可以做到多大 张军你怎么看 其实我不认为说是只有大湾区 其实大陆上面 每一个地方都 非常的值得去 而且都有特色 对 比如说我们经常讲一话 到北平去看长城的砖头 对不对 到山西去看这个坟头 就是去看这个兵马俑的坟头 对不对 到桂林去看山头 桂林山水甲天下 然后到上海去看人头 上海人很多 到我们台湾立法院 对不对 看拳头 所以说每个地方 都有它一个特色 你知道现在全球来讲 所有网红界里面 最流行的一句话叫 city不city 好city 就是老外嘛 他们就是因为 这144个小时的免签 到大陆去 突然说脑洞大开 哇原来跟他们政府 跟他们宣传的情况不一样 我觉得说是 当然大湾区 有它的一个特色在 它毕竟来讲 是属于比较最早先开发的 香港 澳门 还有广州 是属于比较先开发的 但是我相信 就像是汉廷刚刚所讲的 之后来讲 由于这次的悟空 这个黑神话 这个电动游戏 会带动内地的一个旅游业的兴起 那我个人曾经到过张家界去旅游过 那时候确实是让我眼界踏开 我发现它不是 它整个城市都在做旅游 而不是只有一个景点 像我们台湾来讲只有一个景点 它那个城市 开游览车的 这个卖纪念品的 做旅馆业的 然后做这个小吃业的 甚至于说是它表演 那个场面真的是很大 然后表演的这种节目 或者是甚至于说唱三歌的 你只要去那边旅游 也有专门的人要唱三歌 所以它整个城市都在做这个观光旅游 而且发展整个城市的 这种古典的风景风貌 尤其是最近来讲的话 我觉得大陆有些地方 做文化保留做得很好 更会引起很多人的这种兴趣去看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 像阿汤哥有一集 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他在上海古镇取景 像那个古镇的景观 现在来讲 我们都认为说 那个景观大概都已经两三百年了 那是不是能够还能够保留 结果现在不再保留一下 卡拉伯维修整数很好 你到那个地方去 你就可以看到 中国原来江南北镇 就长这个样子 那上海的繁花 以前的女帝不一样 上海繁花 还五年高一定要是 那你去那个地方 上海外来 那你去那个地方上海外来 那你去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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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去那个地方